在今年发布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这款车其实是相当的不简单 目前这款车已经在泰国、印尼、台湾等等市场上市 而它在泰国还有台湾的销售成绩非常的出色 而之前根据本地的一些部落客的消息 这款车很可能在明年就登陆我国市场 而且是在明年的上半年 另外它也有可能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让它成为了首款在我国 CKD 的 TNG 车型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这款车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款车 也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目前 Toyota 大部分的车款都已经过渡到 TNGA 的平台 这个 Corolla Cross 自然也是一样 它采用的是 TNGA GAC 这一个平台 它的轴距为 2640mm 这个轴距是和 Toyota C-HR 还有 Toyota Corolla Hatchback 是一样的 但是它和 Corolla Sedan 的 2700mm 相比呢 它是小了一点点 其实这款车的轴距和大部分的 B-Segment 车款是相当接近的 油也是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但是它的长宽高都比它的主要 B-Segment SUV 低手大了一点点 所以它的定位是介于 B-Segment SUV 和 C-Segment SUV 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B-Segment SUV 也不为过 虽然 Corolla Cross 和 Toyota C-HR 它们的车身尺码相当接近 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定位有很大的不同 C-HR 是一辆定位时尚和运动的车型 所以在外观上面比较激进 不过它的空间也比较小一点 而在 Corolla Cross 上面它更为注重的就是空间的实用性 因此它将较为占据这个车身体积的 Double Wishbone 换成了新设计的 Torsion Bean 来释放这个车辆的空间表现 因此 Toyota Corolla Cross 拥有比 C-HR 更实际的空间表现 但是操控性上面和 C-HR 相比可能就会稍微逊色一点点了 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这个车尾相容机 达到了 487L 另外它还只连这个椅背倾倒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空间是比较讲究的话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这个空间实用表现 应该会很符合你的需求 内装部分 Corolla Cross 身为 Corolla 的家族成员 是完全照搬自这个Toyota Corolla Sedan 或者是 Corolla Hatchback 的内装设计 这个内装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置物空间比较欠缺一点 但是在质感方面表现 我们以本地的Toyota Corolla Sedan 为参考 它应该会有不错的这个内装质感表现 而在这个中控台的中央 它也会有一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没有意外的话 这个触屏主机应该会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因为目前Toyota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 都是力推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所以未来本地版的Toyota Corolla Cross 支援这个功能大家也不用觉得奇怪 但是它的设计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啦 至于在这个乘坐空间表现 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实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 但是我们从国外媒体的试驾影片看来啦 它的空间表现确实没有C Segment的SUV那么大 但是和B Segment的SUV相比呢 其实它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以B Segment的SUV的标准 去衡量这台车的话 它的空间表现并不会让你失望 毕竟还是以实用为主 空间表现其实差不到哪里去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称赞的点就是 它延续了Toyota Corolla Sedan 的包覆性 跟支撑性很好的座椅 所以我相信这两车如果你拿一座长途驾驶的话 那么它的舒适表现应该是不错的 在安全性上 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也会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我们以泰国的版本为参考 泰国版本的Toyota Corolla Cross 全车系标配七七难 在比较顶级的版本还有Toyota Safety Sense 例如像是这个主动式定速悬航 前方撞击一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等等的先进安全配备 另外还有像是胎压侦测器 等等的实用配备 所以在这个配备上面 我们是不需要去担心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太多的 毕竟之前发布的这个Toyota Corolla Sedan 已经有了Toyota Safety Sense 这个更新的车款没有其实也说不过去 对不对 除了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非常丰富之外 Toyota Corolla Cross 在这个车身股价上面也相当的有诚意 根据外国媒体的剖析图看来 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在前后的防转缸上面 采用了缸性达到1680MPA的超高缸性材质 这个超高缸性材质在发生撞击的时候 可以很有效的保护乘客 就算是在车侧呢 这个门槛啊 Toyota Corolla Cross 也采用了 980MPA的高缸性材质 所以这辆车的这个被动安全 是不用担心的 同样的这款车也在这个 ASEAN NCAP 进行了测试 获得了五星的出色成绩 它可以说是目前啊 我们市场上最安全的 V-Segment SUV 之一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引擎的部分了 其实不管是泰国 印尼 菲律宾 还是台湾 他们采用的引擎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和这个Toyota Corolla Sedan 一样的 1.8L 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8L 混合动力引擎 在自然进气引擎上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40PS 峰值扭力177Nm 至于在这个混合动力引擎上面 它的最大混合马力表现为122PS 那么本地版的Toyota Corolla Cross 会采用哪一种引擎配置呢? 我们有很大的理由相信 其实两种都会来 因为目前在我国啊 这一个车商又开始推动了 这个混合动力的车款 除了豪华品牌以外 像是Honda Nissan 等等 他们都已经在本地CKD的 这个混合动力的车款 所以我相信Toyota也会趁着这一次的潮流 在本地引进Toyota Corolla Cross的 混合动力版本 Corolla Cross是Toyota在今年亚洲 一款非常重要的车型 在泰国和其他的海外市场上市之后呢 它也很迅速的出现在我国进行道路测试 而根据之前本地一些部落客的消息 这款车会以CKD的方式进行贩售 CKD的话代表它的税务会获得减免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会有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 另外呢 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也很可能成为首款在我国CKD的 TNGA车型 同时呢 这款车也有可能会在这个Toyota 刚刚在不给大家落成的 全新工厂生产 CKD的话代表这辆车的 这一个供货速度会获得保证 如果价钱真的有竞争力的话 我相信 Corolla Cross 会成为本地的一款爆款车型 不知道你对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